因为我现在经常是被迫要去游乐园嘛 我都不想去的 带孩子什么不是迪士尼海洋公园 我已经是烦死了 我经常看到一个现象 就在排队的时候 经常有女的 就是女孩子是一个人 你很明显看出她是一个人来的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 那你看到过 我不是看到过 我就觉得跟家辉呢 还是跟团的说到底是吧 我觉得这还是有一种人性 就是有一种人 他有没有人享受一种 就是唯一见幽人 独往来 飘渺孤雄影 我记得多年之前 我认识一个台湾的女孩子 就喊文签 那个女孩子呢 沉默寡言 老不说话 总是背着个话夹子 就是看见什么就话 就话 我跟她坐在一起 她也没什么话 你知道吗 就是话 总算人找到个理由 不跟她说话 对啊我在她对面 她就话 不管我说什么 她话有时候笑笑 就话 那个女孩子很有意思 后来不知道 不知所踪了 就我很少见到她 我很少见到她说话 然后呢 她再有一个行为 就是一个人去游乐园 但是呢 听她这么讲啊 我都觉得要流下泪来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她说她喜欢去那个 就是淡季的 这个就是没人去的游乐园 她就是 你能想象到吗 根据我的描述 就这么一个女孩子 她一个人走在游乐园里 那个旋转木马 他们尤其爱做旋转木马 她做旋转木马 还有小飞向 然后就一个人就把这个 默默地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这个玩一遍 我不知道 你比如说在我这种人心里 我就觉得 你是不是享受伤感 享受忧郁 其实我会这么想 但是我想也未必 就是你不知道 这个女孩她内心 你还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就是很欺负 有人是真的是喜欢这样的 就是她有 因为为什么呢 听你这么讲 她可能觉得自己将来要在创作上面 要干些什么事 有一些人专门喜欢去破败的游乐园 她当时是在做记录 可是问题是呢 我觉得你说的那种情况呢 还不是你说的台湾女文青 现在很多女孩子单独出门旅行 她一点都不孤独 为什么 她随时在打卡 随时在上网 随时在告诉大家 各位 我今天她可能还是个网红呢 我今天来到迪士尼 这个新的这个游戏 我刚才玩过 我给大家报告怎么样 你看 这是我刚才拍的照片 忙死了